和尚画园途中救下一个投水自尽的有夫之妇 却不想因此惹了桃花 两人在破庙晾晒衣服的时候 和尚不经意瞥见女人婀娜的身姿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和尚没能把持住自己 犯了色戒以后和尚内疚自责选择了逃避面对 九个月后和尚回到双溪镇一打听 得知女人怀了她的骨肉 她丈夫知道此事后亲手打死了母女俩 和尚自知罪孽深重想要一死了之 不想上吊的时候被一个路过的相事所救 两人因此成了朋友 和尚想死没能死成 便将法号改为求死 二十年后巨贤镇中 神像李不一正想找求死和尚 结果一算命的说他印堂发黑要帮他算一挂 我想找个朋友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 那人让他册字 李不一便落笔写了个官字 算命的竟说他要找的人已经升官发财了 看这人满口胡周却敢盗用他不一神像的称号 李不一一脸无语 这时间上传出黑白两道即将开战的消息 整条街的百姓夺落而逃 商家紧闭门户 纷乱中李不一侧字的只被风吹走 抬头却见黑道的人 抬着一口棺材浩浩荡荡的走来 原来是巨贤镖局官总镖头要嫁名 黑道的找事就送了口棺材过来 而李不一看到自己写的官字 正落在一堆木柴上 木在关旁 难道 李不一思考中 却见黑白两道的人 正相互踢送着棺材 就这样来来回回数十个回合以后 棺材在承受不住轰然碎裂 竟从里面出来个肥和啥 说他嘴都干了还不动手 黑道的人怎么会惯着他 致出一把宝剑就要杀了求死 李不一摘夜化器击倒和尚 求死是躲过了 却因此白道的弟子被误杀 求死和尚站在原地只等人来杀他 不想李不一飞身将他救走 求死和尚并不领情 只想早死早超生 这时混战中一小女孩正独自哭泣 李不一想将人带走 却又看到女孩母亲与弟弟 还躲在不远处的板车之下 李不一凌空而起抽出腰间的轻竹杖 一杖击碎将要刺入板车之下的长剑 他们护送母子三人离开此地 不久后一男一女闯入战场 擒住黑道首领让众人驻守 来人正是飞鱼山庄四小飞鱼中的 叶楚慎与叶梦瑟 叶梦瑟搬出黑白两道盟主的停战协议 才平息了混战 另一边被李不一救下的母子三人扣谢恩公 李不一询问之下得知因为家乡大汗导致饥荒 或于无奈女子便带着孩子 来找正在巨贤标局做标师的丈夫 李不一查看过女子面相后 发现女人又眼甜窄有苛质 这个位置的致名叫夫李 他阻止求死和尚说出巨贤标局的位置 并预感这个女人可能跟标局嫁女儿的事情有关 很快李不一找到了标局的新姑爷 看过面相李不一笃定他就是那女人的丈夫 便说出男子已有原配还有而有女的真相 男子以为这江湖数是想以此威胁找他勒索钱财 大人的夫妻宫有条细微的疤痕 眉毛散在小背 这妨害妻子之下 李不一向男子讨要一束原配妻子的头发 只要她是以种生根之树种之于死地 到时候男子原配夫人避临恶意 你要我杀糟糠 做大事的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行 看出男子仍对原配有情 李不一又说出男子15岁前曾遭水恶 幸得一女子相救才幸免于难 这女子与她有素适姻缘 定然会与她甘苦与共 男子想到自己离乡打拼 妻子又在家里照顾她的母亲儿女 由此妻者福福何求 男子当即悔悟离开了标局 就这样在李不一的帮助下 夫妻二人带着儿女还乡 本想着此件事了可以小酌一杯 不想黄山派的人也到了李不一所在的酒馆 而李不一仅用一眼 便看出了领头的高手邱段刀将有厄运来临